那那那那 什么玩意 挺壮实 很淘气这小子 必须办 大家好 我是格特小南 今天一位太焦刀教练 在教美女学院练习时 露出了本性 显出手不老实 不断地对美女看用 正在一旁大羽毛球的女孩看到了 新的怒火立马升起 必须出手自制 过去整治一下 整治一下 老师你好 对对对 对对 想到这位教练教得太入迷了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有人来 男主理的声音打扰了他的美梦 这让教练有些生气 哎哎哎老师 打扰一下 打扰一下打扰一下 您这是打拳呢还是打球呢 还不够明显吗 还不够明显吗 打拳啊 教练很不情愿地回答到他的问题 这位前来自主的女孩 更是开门见山的直接说 你会打拳吗 您这 您会打拳吗 还在这焦虑 你看这两下的 当听到女孩质疑她的能力时 这位教练脑袖从怒 就差想动手了 女孩并没有被对方给吓住 趁机想把美女给拽到自己身后 教练想上前置之 可是被她给打了回去 教练始终不承认 一直在强调 她是专业的 正在教学院打拳 这时美女提出一个条件 美女签索下了 我给你签索下了 对 可以吗 可以吗 不是我真的 那我得看看你有没有实力交 我家没服务 我给你打伤了 我还得我把房间买了 我不知道 没事没事 兄弟 教练怕一出手把女孩打伤了 自己赔不起 说什么也不比 可是女孩很坚决 有视频为证 不用怕 都是自愿的 不过这时候教练竟吹起了牛 没想到吹牛吹到了坎上 这位教练真是口出狂言 这牛都敢吹 他感觉一个女孩 有可能不认识一龙 孰不知 他这次吹牛吹到了坎上 因为这位女孩和一龙是好朋友 那你要这样 你说一龙的头发是您给拔的 那你要赢了我 我这头发让您拔 对让你也拔一根 我用女的兔子不好看 那女的兔子不好看 那你就是说咱俩来一场 可以吗 来一场 行 来一场 来一场 为教练真是北姓男一 仔细大量的女孩 感觉满意后 点头同意挑战 没想到 接下来竟做了一个 猥瘦的动作 很淘气这小孩 还是被他一个偷来的动作 彻底恼火了 今天必须办他 带拳到嘴妹 那个你也是干这个行的 对吧 也是个教练 那我们就切磋一下 啊 那个给他好好示范一场课 在前教练的两个调戏动作 让这位女孩惹无可惹 开局直接硬拼拳 教练根本就没有把女孩放在眼中 比赛还不忘耍帅 殊不知 他对面的女孩是位女保镖 经常上街挑战路人 没点实力 一般人还在打不了他 没想到教练直接认输了 被连续的版权进入后 这次丢人可丢打了 怎么喊都不回来 这真是死压的罪用 临走还这样说 女孩成功给他上了一刻 她的这一顿操作 可把旁边的美女也给惊到了 没想到最后 竟被男助理给剪了个漏 这算不算挖墙脑成功了呢 我个人认为 女孩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说点功夫 进行自我保护 这没错 一定要看好对方的人品 各位大佬 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